韩丽领地上的矿脉 大都被开采了大半 那两处小领地呢 则被开辟出一块块的灵田 只是不知道多少年没人打理 早就荒废了 若是其他真灵长老 对此类灵脉矿脉 自然会多派一些仆从进行开采 以此作为一份长久的零食收入 但是韩丽啊 对这个却没什么兴趣 至少暂时还没打算去领会 于是很快飞回到了赤霞峰顶 孟云归等人呢 此刻并列站在院子门口 朝着飘然落下的韩丽 攻身行礼 历长老 山顶此处啊 各处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那些亭台楼阁更是焕然一新 修竹松柏仿佛被洗过一般 翠绿欲滴 小桥河流中多出了一群金色的鱿鱼 在翠绿河叶中穿行嬉戏 相应成趣 翰绿满意地点点头 将洞府外围的几个房间 安排给了孟云归等人居住 便打发他们下去休息了 翰绿在洞府各处查看了一番 布下了一些禁制 随后来到了灵药蒲前 此处药蒲既然位于外边 他自然不会在这里 种植真正重视的灵药 不过就这么放置着 也会惹人怀疑 翰绿沉阴片刻 当下把药蒲分成几大区域 取出一些寻常的灵药种子 撒播在这里 这些事呢 他做过不知多少次 早已是驾轻就熟 没过多久 一个崭新的药蒲便浮现出来 翰绿翻手取出一个玉壶 轻轻一挥 一股淡青色的灵液 从中飞射而出 落在药蒲各处 然后他单手一挥 一股清脆的光芒 从他手中飞射而出 笼罩住了整个灵药蒲 点点绿芽 从各地冒出 散发出嫩绿的生机 哈利脸上露出笑容 随后转过身来 从院子当家穿过 竟只来到了山壁处的洞府 袖袍一扬把府门打开 长身而入 这洞府外边呢 看起来倒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里边的确是别有洞天的 初看之下 足有十几个房间 像什么炼丹室 炼器室 什么瑜伽室 什么应有尽有 这倒是省了韩力很多功夫 比起前面那处院子 韩力自然比较喜欢这里的环境 恐怕之前那位洞府主人 也是这么想的吧 韩力略以思量过后 就开始动手 把这里改动了一番 将一座最为隐蔽的石室 改建成一个小型的药园子 又在靠近山壁的地方 开辟出一个石室 并且在墙上打出无数的小孔 以便往后可以让星月的光芒 照射进这个房间 好让长天平吸收 把洞府内部的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呢 韩力再次走出洞府 打算在最外围再布下几层进制 结果他正要施法 身体却忽然一僵 转过身来 朝着院子旁的那片灵药蒲望去 只见药蒲之中 刚刚发芽的灵草 大半竟已枯萎 只有少数几个还活着的 怎么回事 韩力脸色一沉 快步走了过去 拔出一根枯萎的灵草 只见种子根系完全枯萎 且呈现出漆黑之色 仿佛就被火烧着了似的 他又拔出其他几根灵草 情况都是一样 不过药蒲里也有几类灵草 长势良好 生机勃勃 没有丝毫枯萎的迹象 韩力当即把神石散开 发现呢 没过多久 就找到了可能导致 这种情况的原因了 哦 大概是因为地下火脉 常年没有人控制 其充沛火灵力 逐渐渗透了上来 整个赤霞峰所有的土壤里 都蕴含了浓郁的火属性灵力 这样的环境 非常适合火属性灵草的生长 但是若要在这药壶中 种植其他属性的灵草 便无法存活了 韩力的目光看向药壶里 长的几株 长势最好的灵草 那都是火属性的 赤霞峰这里 竟还有这个麻烦 难怪这赤霞峰无人问津呢 当初我选择这里 于先生和齐良脸上的神情 都很古怪啊 韩力未以沉吟 眉头很快舒展开来 眼下这种情况 虽然看起来有些麻烦 不过也并非无法可解 想要隔绝地下的灵脉影响 还是有不少办法的 只要布置下 有些隔绝功效的 禁制法阵即可 虽然如此一来 灵草吸收地脉灵气 也会受些影响 但用掌天瓶中诞生的绿叶来催俗 对于地脉灵气并无太多要求 至于院子旁这个灵药谱 反正是掩人耳目用的 到时候直接改中一些火属性灵草就是了 一念其次 韩丽就不再多想 再次忙碌起来 一间光线幽暗的大殿之中 密密麻麻的清黑锁链铺满大地 在绿油油的火焰映照之下 反射着清幽色的光芒 电中央的漆黑大蚁商 身着雪白大肠的干瘦男子 微微身体前倾 青紫色发黑的脸庞 刚好落在火焰的阴影中 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就在这时候 一声沉闷的门飞开启之声 忽然响起 大殿两扇厚重的石门 由外向内被推开了 一声声如同滚雷般的沙尘翻涌之声 从外边的天地传了进来 洞开的殿门处 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 其身高近丈 脸色焦黄 方面 阔口 头上戴着一个古旧的青铜护鹅 身上穿着一件 类似于斗篷样子的暗黄色长袍 上边满是黄沙 似乎竟是从外边的沙豹中穿越而来 这娇面大汉缓步走进大殿当中 两扇殿门 哄 重重的合上了 把所有的嘈杂之声挡在了门外 那娇面大汉步履沉重 踩着满地的青黑锁链之上 发出一连串的沙拉拉的声响 他来到那张漆黑大蚁前 单膝跪了下来 冲着那名僵尸男子恭敬的开口 声如红钟在大殿中嗡嗡地回响 师尊 我去过老齐陨落之处了 僵尸男子前倾的身子微微向后挪了挪 嗓音沙哑 开口问道 好 如何 对方做得很绝 没有留下多少蛛丝马迹 老齐之死 应与其三百年前追杀的一名强敌有关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查清楚吧 是 入夜 赤匣封顶的院落灯火通明 经过孟云归等人的忙碌啊 里里外外一切都布置以心了 此刻仍然在做着收尾的工作 此时洞府深处一间密室之中 已经换上竹笼道内门长老服饰的韩丽 正盘膝坐在一块蒲团之上 旁边摆放着一块八丈大小的金属圆盘 这块圆盘正是那枚记录着无相真伦经 第一重功法的灵术盘 不知过了多久 韩丽木然睁开了眼 目光中闪过一丝精芒 伸手虚空一抓 把这灵书盘射入手里贴在眉心之上 只见金属圆盘上光芒一亮 他脑中立刻显现出一连串密密麻麻的金色文字 这些金色文字大致上分为两个部分 前边一个部分呢 类似于总纲一样介绍内容 而后边一个部分呢 才是无相真伦经的第一重功法 根据总纲内容技术 这无相真伦经功法呀 统共是分为三层 可以通过修炼凝聚出一种名为 真眼宝伦的神通来 与人对敌之时呢 只要施展出此神通 就可以将一切接近真眼宝伦的攻击速度减缓 使之失去原有的速度优势 按照总纲所说 将无相真伦经功法 由第一层修炼到第三层 神通属性不会发生变化 只是具体微能大小会逐层递增 据说呀 只要能够修炼成第一层功法 施展真眼宝伦之后 就可使敌人的速度放缓差不多一倍 至于修成第二层呢 则可以达到十倍以上的样子 那至于第三层的功法并未阐述 但料想若是炼成啊 未能将十分惊人 那肯定是慢动作回放 跟这骇客帝国夺子弹似的 看到这儿 韩丽心中已是神神震动 惊讶不已 莫说是放缓敌人攻击十倍了 就是放缓一倍 已经是逆天到不得了的神通了 若是我早先掌握了这一神通的话 在面对当初追杀之时 就不至于这么被动了 按耐住心中的激动 韩丽继续查看灵书牌的 另一个部分内容 结果片刻之后 他的眉头紧紧蹴在了起来 记载第一重功法的文字 韩丽并不陌生啊 正是他掌握的金传文 和所有他认识的文字组合在一起 所形成的内容 他就无法理解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缘故 这第一重功法的词句用法 或者说行文的方式 与精确预书残业上的内容相差极大 显得拘屈敖牙 晦涩难懂 韩丽喘门了老半天 却也只看过去了不到百分之一的内容 而且对于其中所表述的意思呢 也是一知半解 跟看天书似的 根本无法准确的领会